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斩首行动失败了 这个时候谁最慌 荆轲自秦王固执的经典程度 在中国应该已经达到了家喻故晓了 而这个故事的发生背景 正是由于王姐灭兆 秦国与燕国在河北平原开始花溢水而至 这才让长期处于地缘舞台博弈边缘的燕国 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因此燕国需要在强情面前 找到自己的求生之法 从军事对抗的角度来看 以燕国的地缘实力 燕人毫无胜算可言 有鉴于此 燕人想到用刺秦这类特种作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从主动性来说 燕国的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 总还是比韩国那种坐以待毙 甚至想出所谓的匹敌之策要值得称道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客 荆轲最终并没有完成使命 并且就算荆轲自秦王成功 对于燕国和太子丹来说 他们心里也很清楚 秦国的强大并非是因为秦国的影政做了秦王 而是因为秦国的整体势力 已经远超其他诸侯 杀了影政 除了让秦国内部陷入暂时的混乱以外 燕国依然没有机会翻盘 因此当荆轲自行失败的消息传到燕国后 燕国人的惶恐就可想而知了 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燕王 该以何种姿态去面对震怒的秦国 才能体面地保住自己的国家不被墙体所灭 现在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醒醒了 在这种形式下 还想体面收场 看看人家燕国就很冷静 冷静地选择了秒怂 并且吸取了照顾的教训 即在公元前226年 王简公燕之时 略作抵抗 便将军队、人口、物资 转移到了燕山以北 以辽东郡为基地 燕山为屏障 与秦国做最后的抵抗 如果从战略上来看 燕国的这种做法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否则在燕南地区与秦军决战的话 将是主力消耗殆尽 结果只能是一战而亡 按照正常的情况 秦国在得到了燕山以南的燕国国土之后 应当会暂时地放过燕国 而将目光转回到中原 因为现在的秦国并不愿意把主要精力 放在这种鸡肋式的边缘地区上 并且打下了辽东 也意味着为中原之国防卫 有物名族录青的任务 又要马上由秦国来承担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这次燕国的行刺之举 太让秦国下不来台了 如果不易举灭了燕国 秦国的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所以秦国并没有停止了燕国的攻击 只不过由于燕山之险 加上燕国转移的快 实力得以保全 秦国攻击辽东的计划并不算顺利 燕国一时半火打不动 你猜谁最害怕 当然是燕国边上的诸侯国了 秦国现在这种看不惯谁就揍谁的架势 谁敢保证 不会因为在燕国那气不顺 找其他人出气呢 最起码 那个退守戴郡 进入后赵国时代的戴国 肯定现在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如果燕国还在 秦国自然会把注意力放在燕国身上 而如果燕国被吞并 戴国的灭亡 也就是单膝之间的事了 因此戴王家给燕王出了一个主意 即将整个计划的组织者 太子丹给杀了 给秦国一个交代 以平息秦国的怒火 如果从表面效果来看 杀太子丹以祖秦的计划 并没有达到效果 因为秦国依然维持了 对燕国的攻击态度 但实际上 这个时候的秦国 已经将主要的攻击方向 转回到了中年 去解决魏楚这两个国家了 否则 以秦国的实力而言 如果清理攻击的话 燕国其实呢 也撑不了多久的 也正因为如此 在公元前225年 在秦军公路燕都 将燕王闭路撩动的第二年 秦国集中了优势兵力和资源 对魏国发起了总攻 并且以战而灭亡了魏国 可能有人会觉得 魏国灭亡的速度 有点太快了 但在实际的战争中 就是这样的 占据优势的一方 其实是以几何级增长的速度 扩大自己优势的 当秦国灭韩以后 他可以整个补充韩国的资源 进攻赵国 而当他攻灭赵国后 又可以获得赵国的资源来灭燕 等到攻击魏国的时候 大半壁江山在手的秦国 已经不会给魏国任何机会了 如果从最后的实力来看 魏国还是要强于燕国的 之所以死在燕国前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的国土防御条件太差 魏国现在所剩余的国土 虽然农业条件良好 人口众多 但没有像燕山之与燕国那样的 天然防剑之城 从攻击方向来看 魏都大梁已经暴露在了 抗击的前线了 秦军的主攻方向 自然会是这个魏国的地缘中心 而从战术的角度看 在这次攻击之前 秦军也曾经在不同的时间段 多次的进攻过城防坚固的 魏都大梁城 这次之所以能够速胜 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水攻的方式 当日 魏国用于改良内部地缘结构的鸿沟 成为秦军 引黄河之水回观大梁的现成渠道 在防御力方面 河流总是没有山地来的给力 当魏国失守大梁后 一马平穿了地形 让秦国很容易的就乘胜追击 占据了整个魏国 而从战略上来看 在秦国攻击魏国之时 唯一能够给魏国以援助的 就是楚国了 不过之前 在秦国的怂恿下 魏楚两国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摩擦 这对本应抱团取乃的难兄难弟 并没有再一次的联合起来 也许是楚国也没有预料到 魏国会往得那么快 所以来不及反应 更大的可能 还是楚国出于自保的原因 没有出手就位 毕竟 楚国以秦国也有大面积的接壤 防守压力也很大 特别是以秦国现在的势力 足以同时应对两场战争 如果楚国轻易就位的话 外卫同样缺少山地保护的楚国 很有可能会多点受到秦国的攻击 也正是在这种患得患失的考虑中 魏国迅速地被秦国吞并了 接下来 楚国不可避免地 被推到了抗井的第一线 就现在的楚国来说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防御力太差 不像当年在江汉地区时那样 拥有四在之地的核心区 也就是说 如果秦国决定以楚国为主控方向的话 陆地上既没有山地拱位 水面上又无上水优势的楚国 是很容易被秦国吐露腐地的 因此在秦国看来 吞并楚国的难度 肯定不会高于赵国这块硬骨头 更何况 秦国现在已经吞并了三个半国家 实力更是上了一层楼 这是基于这种轻敌的想法 秦国的选择攻处方案时 选取了一个耗费资源较少的方案 极由李希所提出的 用20万大军灭楚 这倒不是说 秦国现在缺少人力物力资源 只是这几年 秦国扩张的加速度有点快 短短几年时间 就把韩、赵、魏国给灭了 这些刚被吞进去的土地 也都需要花费资源和精力来整合 特别是那些陌路的王族们 并不会干预就此成为秦国的臣民 在秦国攻处的前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226年 在新政的前韩国贵族 就发动了一场叛乱 尽管叛乱的韩国贵族们 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 但有了这次教训 秦国并不敢就此认定 吃进去的土地 就马上的被消化了 秦国的灭楚之战 是在攻灭魏国之后就立即展开了 冰封震盛的秦国 希望借着这股气势 一举荡平六国 不过就算楚国是一头带宰的年珠 秦国也需要想好从哪里下口 要知道 楚国现在呢 还拥有淮北、淮南、四上、江东 半壁江南等诸多板块 纵然拥有最强的势力 秦国也不可能全面开花 从常规的战术理念来说 要想快速地攻破一个国家 最好的办法 就是攻下他的都城 直取他的心脏 而秦人要是以楚都兽春为攻击目标的话 他们首先 就要在楚国所占据的淮北地区 打开一条通道 按照这种地缘结构 除非楚国第一时间 就决定战略撤退 否则 秦主双方 必然要在淮河以北地区 先PK一反 虽然秦国可以从多个方向 对楚国发动攻击 包括顺长江而下 抄楚国的后路 不过秦国还是决定 集中兵力 有机向东推进 直到淮北地区 推进到寿春之北时 在南渡淮河 攻击楚国的都城 如果我们依照淮河之北的那些重要支流 为淮北地区 划犯地理板块的话 我们会发现 由于秦国早已占据了南游盆地 并在几年前 吞灭了韩国 秦国已经控制了 卢水引南地区 如果秦军想和寿春城 隔淮河向旺的话 他们最起码 还需要把银鲁之间的这一板块 控制在手中 由于秦国已经灭了韩卫两国 并且之前 对楚国进行过试探性的攻击 因此银鲁凉水的中上游地区 已经控制在了秦国的手中 而秦军 如果想沿银鲁凉水 攻击至淮河的话 他们可以选择 从两个方向发起攻击 一是由寒卫故都 星镇和大梁出发 机有已经被秦国所攻降的 燕陵 陈 向南攻击 只是扫平银鲁之间的储军 还有一条可供理性选择的路线 就是由南游盆地出发 机有鲁南 渡卫水 攻击楚国到卫水东北方向的据点 因此楚国在淮河以北 银水西南的 平鱼请秋两个变异 成为了秦军的攻击目标 而李信本人所负责的攻击点 是平鱼 至于请秋 则有李信的副将蒙田负责 战时开始之时 一切也似乎朝着 有利于请军的方向发展 平鱼和请秋这两个楚国 在淮北的据点 被顺利地排除 如果要稳妥一点的话 李信可以带领大军渡过银水 继续向锅碎凉水攻击前进 等到在淮北有足够的空间 与秦国所占据的中原府地 连成一片的话 再转而渡过淮河 攻击淮影之交以南的寿春 而如果没有那么大耐心的话 也可以马上的南渡淮河 直取寿春 不过这个时候 却出现了一个突发状况 打断了李信的攻击计划 并且呢 让最后的攻击路线 变得异常怪异 在攻占了平鱼请秋两翼之后 李信大军 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 向东或者向南扩大战果 而是向北返回了中原府地 去攻击曾经的楚都 陈 以及之前 位于魏楚伯义区的燕林 而让李信不得不回是中原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刚刚被征服不久的土地 发生了叛乱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秦国最近的兼兵速度过快 根本没有时间 来消化新征服的土地 尤其在寒都新镇 魏都大梁 楚国故都陈 所为陈的这个区域 更是潜伏的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作为一个国家曾经的地缘中心 无论是从旧贵族的角度 还是普通民众的信众 成为一个新国家的臣民 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接受这个现实 公元前 225年 曾经的楚都陈 开始了复国运动 根据历史所流传的蛛丝马迹来看 这次以楚人为首的叛乱 很有可能 是由楚国的公子昌平君所发起的 秦国之所以让昌平君注意臣 本来是希望利用他楚国贵族的身份 为秦国整合这些新征服的处地 说懒人心 这种事情 在现在的国际政治中也很常见 一旦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 被推到前面控制地方的 往往是那些肯效忠心主则的 被征服国的精英人物 不过这一次 秦国显然是失算了 作为战国诸雄州 与华夏地缘关系 最为疏远的楚人 显然有更强的独立倾向 这种倾向 直到后来以处地精英人物为主导 建立了汉帝国后 才被完全消除 处地地主较强的李姓林 以及处在六国中 最为广阔的战略纵深 都使得对其征服 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此在王俭这连老臣池中的将领看来 若不能集中秦国的六十万精锐 是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的 现在只有二十万军队的李姓 就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 他并不愿意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 而另一方面 陈燕两地的叛乱 又必须前去摆平 否则中原有失 自己在淮北 就等于是孤军胜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李姓代理秦军主义 回事评判 而蒙田则暂时地留在原地 以观望事态的发展 可以想象的是 当时的战况会非常的激烈 因为相比一般的叛乱 本来就作为陈燕主观的昌平君 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 并得到处地移民的拥戴 只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在秦人把所有与自己意志相处的书籍焚烧后 我们只能看到秦军公陈燕临的记录 并让人误以为是李姓取得了胜利 而实际上呢 秦军的这次评判 是以失败而告终 李姓大军和驻守原地的孟田军 被迫向西后撤 试图退路洛阳盆地 从方向来看 这是攻击失败后的秦军 能够最快获得山地保护 稳住正脚的回军路线了 可惜的是 储军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秦军 在楚国最富盛名的军事家族 相氏家族的成员向燕的率领下 储军在秦军后斥的三天三夜中 一直是如影随形 而无法甩掉储军的李姓大军 最终决定 在加压退路洛阳盆地之前 与储军决战 双方的决战地点叫做成富裔 位于卢水的上游 从地情上看 秦军已经可以有依托的山地 构筑防御体系了 不过一直紧紧跟随的储军 显然并没有给秦军 以足够的时间来完善他们的防线 在储军随即发起的进攻中 秦军死产中 大败而归 获胜之后的储军 并没有继续地追击下去 毕竟 占了优势在秦军那边 这个时候对于储国来说 最好的战略 是退回到卢水以东 稳定兵收费 以成义为中心的储国徒弟 虽然这并不能解决 秦军储陆的战略格局 但最起码 也可以为储徒授权 在华北重新获得缓冲之地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受到这场战役的鼓舞 刚刚被灭的韩卫两国 能够有所动作 并复国成功的话 储国所命令的局势 就会有利的多了 尽管我们为储军 这次战略后的战略形式 做了种种假设 但强大的秦国 却根本没有给储国 和其他试图复国的 三晋贵族们 以思考的时间 未来的始皇帝终于明白 需要倾尽全力 才能战胜这个 在战国后期 实力并未受到 他大损害的储国 曾经被嘲笑 过于谨慎的王姐 被重新推到了前台 而她呢 也如愿得到了 60万秦国大军 真正的灭楚之战 正式的拉开了序幕 而这一部分内容 就留到我们下一期 给大家解读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